DUF美国有传言说空军政计划大幅削点计划采购1760架F-35A,美国智库学者丹古尔称,这将是一个巨大的错误,这个决策太失败了,只要F-22和F-35数量充足,就能维持内国空中优势,美国智库学者丹古尔称。 俄罗斯和中国已经开发并继续改进综合防空系统,比如S-400可以在400公里的范围内消灭敌方的空中威胁,这些先进防空系统已经部署在俄罗斯西部,白俄罗斯和加里宁格勒,俄罗斯先进的S-400防空导弹系统, 目前正在向原先美国为主的国际市场销售,土耳其、沙特阿拉伯和塔塔尔等国,已经转向俄国订购了S-400,DUF对于不断增长的先进防空导弹的威胁,美军高官卡莱尔扬言,只要美国的F-22和F-35数量充足,就能在未来几十年的威势美国空中优势。 美国前指挥官,空战指挥布卡莱尔大弹宣称古代飞机,是在未来战争中美国胜利的关键力量。 DUF大古尔扯,虽然人们误以为F-35主要用于空对地任务,但其空对空能力也非常出色。 在去年的红旗战斗演习中,F-35获得了惊人的20B杀伤率,根据一位经验丰富的空军飞行员的说法, F-35完全支配第四代飞机。 这名飞行员说,F-35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机动特性,使其在空对空环境中完全不可动摇。 如果是远程接触,你将永远不会看到我,而你会死,这就是隐形战机的厉害之处。 这名飞行员说,随着演习的结果启示,F-35完全可以击败其第四代,包括美军自己的第四代,作为传感器和电子战平台,F-35还可以提高同样的第四代飞机的作战效率。 F-35不仅仅是一架战斗机,也是一个智能空战平台,F-35作为信息节点的作用,收集和传递来自多个系统的数据。 简单的说,F-35很划算,DUF美军还吹嘘,F-35是第五代前进战机,具有与F-22的先进航空电子设备相结合的优势,有效三合范围几乎与F-15一相匹配,这使得F-35能够在整个冲突中占据优势。 从专门打击对手地面防空系统开始,一直持续到战争的最后一天,F-35正在世界热销,将成为北约空军的支柱。 F-35正在世界热销,已被不少于6个北约的成员国却中,丹麦、意大利、荷兰、罗威、土耳其和英国、加拿大和比利时等其他国家正在考虑使用F-35。 看起来,F-35将成为北约空军的支柱,就像F-11在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所做的那样。 现在澳大利亚是该计划的原始合作伙伴之一,计划购买100架F-35A,日本和韩国已经宣布计划分别收购42架和40架F-35A,并可以购买更多。 根据北约的联合空中作战中心的说法,F-35将成为下一代北约的行动的支柱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